李明珍 如果你要参选这一次的立委补选 你必须诚实面对相关的争议 尤其是豪宅的争议 我们日前公布你友人的谈话录音稿 你在录音档里面指称 我选举经费一票30块 我总共存了1400万 我总共捐给我儿子760万 剩下40万 你说这是我儿子可以负担的 那么我们对照林如斌的说法 林如斌之前受访时一直都说 当初看到建商在盖透天社区 全家人决定在旁边买土地 委托建商一起盖 价格才会低于市价的2600万 那请问这些金额 林明珍跟林如斌 你们都逗得拢吗 从新建工程里面可以看 是林如红跟林如斌 也就是如斌的哥哥林如红 拥有其中一栋 明明就是两栋豪宅 林明珍先生 另外一栋豪宅呢 是买一送一吗 我们还要再问 林明珍先生你来担任县长任内 你用你儿子的名义 是在几年几月几号 购入建地 购置建地的时候 是不是用低价购入工业用地 再用你的县长之权 进行地幕变更为住宅用地 第二 依据你的公开说法显然说谎 请你说清楚你购买过程 还有你的购买的金额总数 因为很显然的 你对外生产只有一栋豪宅 但事实上是两栋 金额全都动不容 这恐怕涉及到 很严重的财产来源不明罪 再来建商旗下的营造公司 为什么在2018年 捐了50万的真实现金给你 捐完了隔年 你家的豪宅 取得建造开工 有什么样的相关 还有依照工程告示牌显示 你家的豪宅新建工程 是在2019年9月12号开工 预定完工是在隔年8月11号 挂名江熏廷 林如宏 跟林如宾的住宅新建工程 请问林明珍先生 你有没有运用你的县长职权 协助快速取得建造跟始造 你无心宪政 你的开发园区 很多时候证件还跳票 另外你的诚信也大有问题 再次呼吁林明珍先生 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所以你必须出面来说清楚 讲明白 如果你说谎 请立刻道歉 请立刻跟南投相亲道歉 请不吝点赞